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成大使者必是平静的狠人 在探索成功的道路上 我们经常听到各种关于成就的故事和原则 但少有人提到成大使者的内在气质 那种冷静而坚决的决断力 在商界、政治甚至日常生活中 那些真正能够把事情做到极致的人 往往具备一种不为外界轻易动摇的坚定 这种平静下的坚决 是他们在面对挑战和机遇时 所展现出的最大优势 接下来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种很近背后的心理机制和实际表现 了解如何在保持平静的同时做出果断的决策 从而成就非凡 一、如何成功实现目标 成功的过程往往是漫长且充满挑战的 许多人在一开始就放弃 但关键是持之以恒 在互联网时代开始一项青创业 本质上也是一种事业追求 成功需要耐心、战略规划以及对时间的投资 人们的智商和能力通常差别不大 区别在于策略和持续努力的时间 一些人希望立刻看到巨大成果 这其实是在寻找捷径 但如果你能持续受到正面的反馈 比如经济收益或他人的鼓励 哪怕是小小的认可都可以帮助你继续前进 这样的正面反馈会激励你不断前行 而持续的努力最终很可能带来成功 一口吃不成胖子 应将宏伟的目标细分为更易管理的小目标 逐步实现这些小目标难度会大大减小 真正能成就大事的人内心坚强 保持冷静、耐心 以沉着的态度应对挑战 这样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 与其抱怨不如采取行动去改变 抱怨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 反而会消磨你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能力 二、学会过滤无用信息 在追求成功的路上 我们必须学会过滤掉那些无用的噪音 包括现实中的和网络上的杂音 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取得成就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如何集中精力 并受到普遍尊重 他们避免极端行为 不被短期热点或无意义信息分散注意力 花时间关注这些信息 可能会让人觉得你缺乏重点 真正的专注是将精力集中在 个人成长和目标上 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对于那些渴望成功的人 了解如何建立自己的境界 能力和策略是关键 境界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处事 这是赢得尊敬的基础 能力则是实现财务成功的工具 同时还需要适当的策略 来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确保自己不被不良因素所影响 例如在自媒体领域 有大量粉丝的创作者 需要良好的风险管理 否则很容易受到反击 建立一个有效的过滤系统 确保只有支持你的人 能接触到你的产品 这不仅是策略 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 这些看似常识的事情 实则是成功人士长期实践的结果 值得我们学习和理解 三 成功的人往往是经过市场的考验 而脱颖而出的 真正出色的人 很难单靠培训而成就 他们通常是通过市场的不断筛选 和自我挑战成长起来的 你会发现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大事 或成为卓越的人 如果感觉自己还不够强大 那么最实际的方式 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愿天尤人并不会帮助我们进步 保持积极和专注才是关键 互联网上有很多声称 能教人快速赚钱的自媒体和大V 他们通常使用吸引眼球 但实际效果不佳的方法 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 难以辩真伪的成功案例来吸引除学者 成功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 包括个人努力和外部环境 只有深入了解整个故事 我们才能识别哪些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哪些是难以模仿的 以及自己亲自尝试时 可能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避免极端的观点 认识到在不同情况下 能力和运气的作用各不相同 通过网络解析各种案例 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某人 是否有成就大事的潜力 那些习惯于过于简化事物的人 往往难以全面管理一个复杂的项目 社交媒体的一个优势是 只要持续输出有价值的内容 就有可能实现财务上的成功 在这个充满机会的时代 价值不会被埋没 关键是坚持不懈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成功往往来自于积极地推动 而非消极地压制 即使周围人都不看好 如果你相信自己的能力 那么坚持下去你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常给自己加油 自我激励 现在还没有达到的成就 总有一天可以实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订阅分享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